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邦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戴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邦向正向沙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砌抗疫聘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就是世界時事多客戶的時候 第一則新聞就來自俄羅斯 普京大帝可能又要動手了 俄羅斯將會立法 這條法律 其實 都是對於一些 西方的企業來說很害怕的 是什麼法律呢 原來 他們就準備立法 要剝奪 不友好國家及地區的 知識產權 或者叫專利權 為什麼他們有這條法律呢 他們的 法律界就說 現在戰爭狀態 對嘛 所以我們要這樣做 那麼 很多的西方 商家就覺得 擔心一件事 就是 他們在俄羅斯的商標 還有版權 甚至 是 實體財產都可能 成為普京大帝下一個動手的目標 實際上 這件事又反而是有力 我們 之前在這個直播說普京大帝制裁一些英國記者 和一些英國的國防部官員 我就覺得反而是沒有什麼用的 事實上這個是沒有什麼用的 但是 你說現在這樣說 剝奪他們的專利權 版權 反而我覺得是有用的 起碼在俄羅斯境內 甚至 他的小弟 白俄羅斯 或者是摩爾多瓦的佐德 共和國那些應該都有用的 我們看到 現在 俄羅斯的 盜馬 就是通過了一項新的法律 就是 反對 俄羅斯出兵烏克蘭的那些人士 將會被 剝奪他們的專利權 或者是版權 因為普京的說法就是 這個是 是戰爭行為 現在我們戰爭狀態 所以我們只可以這樣做 其實3月6號的時候 俄羅斯政府就允許 他們本國人在沒有專利權同意的情況下 不支付 專利的版稅 或者其他的專利費用 這樣就可以 是用到外國的專利 立法的理由是什麼 就是維護俄羅斯的國防和 國家安全 保護公民的生命還有健康 這條法律 當然現在 很快就會真真正正生效 好像有點隔眼 就這樣聽 你用好似呀 撐你這麼溫和 不過法律專家就認為 這個改變是違反了現有的專利 是侵權條約的 普京的這條法令 明確表示 什麼呀 我們只是對那些 不友好國家及地區的公司 才是這麼做 而且 你們這樣是等於 補償俄羅斯的損失 這樣也可以 早前 烏克蘭 拍檯拍檔 說要 把那些 現在暫時凍結的俄羅斯 寡頭的 資產 裏面 拿些 銀出來 給烏克蘭 資助他們用 別人都沒有 拿那些銀出來用 現在你好像 俄羅斯中過狼 一向都是這樣的 因為這個普京大帝 大帝當然什麼都可以 你看到 這樣就等於 這些公司就被迫向俄羅斯實體 是 發放 這個專利權的許可靜 是零價錢之下當然了 發什麼放他硬拿來 所以這件事 你不要說 可能真的有用 這個立法 比他之前說什麼制裁英國記者或者加拿大那些什麼議員官員 美國什麼議員官員可能更加有效一點 我們看到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知識產權法副教授 就叫做 Silver 他就說 在法律界看來 這項法令 是類似 精用私人財產 他也說 俄羅斯在20 2012年 簽署的世界貿易組織 的一條要求是什麼 那個要求就是 與 貿易有關 知識產權協定 即是 專利產品 是在困難的情況下 產生的 比如 戰爭 也需要有合理的回報和報酬或者補償 雖然俄羅斯說現在我在打仗 所以我不給你 但是 原來他簽了這條 協定的 就算你在戰爭情況下 都應該有一個合理的 報酬或者補償 他可以說合理就是零 行不行 合理就是零 哈哈哈哈 嘩 好隔硬啊 大帝真是大帝 沒錯大帝真是大帝 即使 我們可以保證 吳之父賠償 是合理的 但是 違反 公民待遇 也只能看作 對特定的 國家 國民 私人財產 故意的 侵佔 針對特定的國家和 國民的行為 基本上 是一種 戰爭行為的延續 所以 就算現在是戰爭行為的延續 按照之前俄羅斯簽的這條協定 都是要補償 或者是 有合理的補酬 他也說 如果俄羅斯的法令 是關於國內的技術需求 這樣俄羅斯 可能已經 明確將技術部門和 產品列為他們 會 不理專利權的領域 這樣也是一樣違反 世貿 與貿易有關知識產權協定 上面的 條例 另外 來自 哥本哈根大學 的學者 Minson 這項法令 根本 等於搶 我贊成 我也贊成 因為 在世貿的條約 或者協議 已經說了 就算緊急情況下 包括在國際關係緊急 的情況下 依然 專利權 都是 要得到合理的報酬 就算 在 疫情之下 這些規定 都是 用於幫助國家 保護和 治療本國公民 包括俄羅斯 令報酬 不單止 是俄羅斯 所謂對 不友好國家的報酬 亦都是俄羅斯 獲取 具有重要戰略技術的 一種 搶掠方式 很簡單 你就把這些技術移走 不過這樣說 你已經轉移了去 你就是 拿不回 老實說 現在 你還在 俄羅斯 你也預計了很多 技術你是拿不回 或者他拿了你就拿了你 你還想他是給你專利權利 沒那麼容易的 另外 布魯諾爾大學 的 專利權法學講師 他就說 俄羅斯出兵烏克蘭就導致了目前的國際關係緊張狀態 不過 亦都不應該是允許 從這個 世界貿易組織的這個條款當中 是獲利的 這個是常識 而且他就說 主動出兵的是俄羅斯 所以 他們是不可以 使用 這個世貿組織的這個協議當中的 安全例外條例 因為安全例外條例 他是 如果你的國家是受到安全影響 不過 在被動的狀況下 當然了 出兵烏克蘭 他就應該不是被動 不過他都可以說是被動的 誰叫你加入北洋 誰叫你加入歐盟 那我就要被動地出兵 如果是這麼說的話 很堅強 他可能會這樣鬥 不過不合理 這位教授也說 這個 不是歷史上第一次有國家 是這樣叫做 不理知識產權的規例 其實在1917年 原來 你別說 作為民主燈塔的美國 他們都試過 美國總統 是的 威爾純 他是簽署了 敵對貿易 法案 即是 允許美國 沒收敵國的版權 和專利權 所以 如果美國做壞了頭 你又很難說 美國是兇了 按照你的說法 之前烏克蘭的提議 也有些 什麼提議 沒收寡頭 在烏克蘭境內的資產 但是這些不是知識產權 是呀 是不是 老實說 知識產權可能比你的資產更貴 比如你有了輝瑞那條方 你是不是先發財 有了輝瑞或者莫德納那條方 那你就發財 所以呢 這位 Minson他也說 雖然俄羅斯 目前的法令 主要只是涉及 和專利權有關的權利 但是可以預見 將來版權 雙標 甚至實體財產 比如麥當當 星巴巴 的這個版權 以及他們各地的 門事部 都可能成為下一個目標 不用了麥當當已經退了 星巴巴好像也退了 不知道這個星巴巴又好像未退 這個憑記憶說就應該是退了 所以 其實這樣也算是一個避險的 方法 不是開玩笑 也是一個避險的方法 星巴巴是退了 因為我記得之前我做過節目是說星巴巴是退了 另外 來自倫敦大學學院 專利權 法的教授叫Fisher 他就說 作為 對 美國還有 歐盟制裁的反制裁 在俄羅斯 停止進口 這個科技產品和藥品之後 俄羅斯的法令 相對來說 在意料之中 在當前的環境之下 最令人震驚的是 零補償 即是不幫你付這個版權費或者叫專利費 反而我覺得有什麼震驚 他講得這樣他肯定想著不給你的 有什麼震驚 這個人也是 並且等於向其他國家發出一個信號 就是 在俄羅斯 知識產權是不需要得到尊重的 如果這樣的話 為什麼 那麼多國家需要在 世界上有技術的地位呢 為什麼那麼多科學家是一輩子都要追求這個 這個叫專利權呢 我只可以這樣說 你只可以 不輸給俄羅斯的技術 你就沒有這個風險了 不過現在你也輸不了 現在也輸不了 其實我剛才也說過 你現在已經在俄羅斯裏面的東西 真的用不了 預了沒有了 預了沒有了 雖然這項法令 並不意味著 私人的 專利持有人 是沒有權 因為被侵權而獲得賠償 而獲得賠償 但是至少 俄羅斯政府 已經是等於 賦予了自己在任何情況下 強制 這個 專利權持有人 向俄羅斯 的實體授予免費使用專利權的 許可證 當然啦 老實說你去 你去他國家 而且你還在那個國家裏面 你夠膽不給出來呢 我就想問一下你你夠膽不給呢 你只要走 所以走也是對的 又很難怪雷諾為何兩奴布都賣了廠房給人家 不是呀他可以用雷諾的標誌 現在他沒有了版權 不過這樣 別人都可以覺得 究竟你在俄羅斯 如果你強用別人的 那個 品牌 牌子 或者 版權 別人 會不會不知道 是俄羅斯整 不是正正星式的雷諾 或者其他的標誌 我相信別人都知道的 我相信別人都知道的 雖然 3月8日 就發佈了第2項法令 允許俄羅斯政府 在 2022年 期間暫停任何 類別的 產品的知識產權 亦有人說 你既然都想著去俄羅斯 你還 沒想過這種風險嗎 我覺得又對 你也是評估的 但是沒想過他那麼瘋 未發生 俄羅斯戰爭之前 應該大家都 沒有想到這一步 沒有去到那麼盡 其實大家都覺得 你最多不是炒炒鬧鬧 誰知道你真的動手 現在俄羅斯公司 是 可以被賦予 利用你的專利 在當地生產 你的產品 即是某些品牌子的產品 然後是消往俄羅斯 甚至其他市場 其他市場我就相信 它消往也不行 因為你制裁了它 他也知道那些是俄羅斯 主要是俄羅斯自己的國內 我想就是 對 所以 如果戰爭結束後 和俄羅斯的貿易 恢復的話 西方一定要 再明確這些 智慧財產權是怎樣使用 否則他們就很難恢復在俄羅斯的業務 亦沒有人敢帶技術去俄羅斯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當然 這件事 可能對於 一些 西方大牌子 都是有損傷的 我覺得這樣損傷都大 好,這是第一則新聞 第二則新聞 就說下這個賭王千金 超年 超年 何超年 這陣子經常 就是 上 內地的 綜藝節目 何超年除了有學歷 有樣貌之外 當然是有銀 有米 亦都被 譽為 全球最美的千金 19年4月 更加大膽地承認 和內地的男星 鬥蕭 是相戀的 鬥蕭其實 你說說內地 不過他是加拿大籍的 他很小時候去了加拿大 都挺高大英俊的 現在兩個 在穩定 甜蜜交往當中 何超年雖然是千金大小姐 但有些人覺得他挺爽朗的 經常都在螢光幕面前 近日 他說的話就令到有些人覺得他很離地 他接受訪問時 就 說 因為自己 的身份 被人家覺得 他總是壞人或者是高高在上 之後他就很嘆息 唉有錢人 是我的原罪來的 可能 他說的是沒錯但是 正路來說聽到這些都是 覺得 頂你呀 那麼無錢人是甚麼罪 無錢人是甚麼罪 而且 他就說 賭王 曾經有三次 是有機會被人靜靜地拉低的 即是要暗嘟賭王 新哥 以他所知有三次 但是 賭王一生那麼全奇的人生應該超過三次 我覺得都超過三次 超過三次 他近日接受訪問時就說 自己創業就選擇 是從 麵店 麵包店做起 這些相對他 顯赫的身份 是比較平凡的生意 現在做賭場也很糟糕了 那就令到主持感到驚訝 面對主持質問 怎樣定義創業的時候 超年就說 我覺得創業就是成功率很低的東西 所以 我為甚麼 說創業你一定要 創你自己喜歡的東西呢 這樣你才有熱情堅持下去做 這句話其實我是很有保留的 對於他來說 成功率是否真的很低呢 其他人可能是 但他說就沒有甚麼代表性 因為 我都相信他不用負債累累去創業 不是吧 還有 很多人創業都是喜歡 做他 自己喜歡的生意 但更加多人 他不喜歡做他都迫著做 因為要賺錢 而且你說到有熱情一直做下去 你有錢試才是 是不是 有熱情一直做下去 如果你沒有錢洩的話 你很多人就不做了 做其他事情的 馬死落地走 是不是 這些很現實 是的 他亦說 對於我來說 創業就是 拿自己存下來的錢 去賭一鋪 但是你的賭注很大 就看看會不會賭成功 他賭得起 但是有些東西他講的話就沒有甚麼說服 身世顯客 身為豪門千金 何超年就把事業看得非常重 他認為女人如果沒有事業 在婚姻當中會非常痛苦 有事業才有底氣 你沒有事業其實你也有底氣的 我 很現實的我不會刷你鞋 我不是媒體我不會刷你鞋 他沒有事業他也有底氣的 你踏何超年三個字都已經是一個 很大的底氣 他亦說 有底氣在婚姻當中兩個人才會平衡 從中媒體就說 何超年 亦都提到創業的艱辛 當時 他爸爸剛剛過世第二天 他就 為了生意去開會 正常人都是這樣的 有些人可能你爸爸最後面也看不到 他亦說 跟房東提出 可不可以減租的時候 沒有想到對方說 他說 你不要騙我你不會給不起的 你是何家千金 甚至還說 再討論我就加你租 是很難令人相信的 你是房東你信不信他 不信 可惡 何千亦 就大受打擊 就說 為何因為我家的家境你就敢對我 不是怎樣 這個很自然的 對 我不是說歧視他有錢人 但是 你事實上有些事情 你真的沒捱過 哈哈 你就是挺好笑的 當然他一敢說 有錢人 的原罪 很慘的 他一敢說 那些人就 肯定是吐他 這份原罪我願意 來承受 你給我吧 因為家裡有錢 這個就是原罪 我也想有這樣的原罪 有人說 我來代你受罪好不好 我不怕受罪 也對 希望超年 老實說 他也對的 經常上節目 可以聚人氣 為自己生意 鋪路也對 這個就是第2則新聞 最後一則新聞 就來自西方 現在拜登政府在研究 究竟 歐盟和英國針對俄羅斯原油 運輸的保險令 這個生效 會不會令到 油價很貴 其實今天的入油 都貴了很多 那究竟什麼事 就是 美國現在敦促歐洲國家的政府 尋求 一個途徑 換解 他們對俄羅斯石油貨物 投保禁令的這個影響 怎樣可以搞好它呢 如果這樣繼續下去 全球油價會繼續飆升 上個月底 歐盟和英國就同意禁止 為裝載俄羅斯石油的 郵輪投保 即是 我不管你了 保險我不做你生意的 你不用向我投保 而且你沒有保險的話 很多人就不肯不幫你運 因為很高風險 沒錯 這個也是 到今時今日為止 針對俄羅斯 在烏克蘭發動戰爭 實施 影響最深的制裁之一 這個反而是有力一點的 歐盟現在已經把這個禁令 是納入法律的 但是 在生效之前 有可能會延遲 官員就淡化了 這個調整禁令的想法 免得被人知道 英國也同意 效仿 布魯塞爾 的這個保險禁令 但是 也沒有提出自己的措施 華盛頓就很擔心 考慮到 歐盟和英國的保險業 是佔全世界的主導為止 所以這個舉動 可能會導致很多 郵輪沒有辦法 運輸 俄羅斯原油 頂你你不是 你不是就是想運不到嗎 現在你又怕 真的呀 運不到會很貴的 是啊 我不用擔心 叫他們運去印度印度再加工給你們 不過印度賺一尋 現在 美國就想辦法 確保這個禁令 不會推高油價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但是 有關允許為 俄羅斯貨物投保的禁令 其實 肯定是會升高油價的 也是那句啦 制裁人不就等於制裁自己 你不用擔心 油價一定會升 不是擔心的問題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再見 再見